阿囉哈 前面喵咪打 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晚上是我們的 隨便要隨便打環節囉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今天啊 有一隻角色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他已經可以就是三階進化 那這隻進化 這隻角色的話 基本上也算是 我以前認為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角色 雖然後來的話就是比較少用他 但是他至少還是這個登場啊 這個魄力十足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錯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君朝啦好不好 這個地獄君朝艾瑪喔 那目前來做的話他是 他好像也是那個欸 就是破壞者系列 但我忘記他是哪一個了 是那個 是什麼啊 是波動的破壞者系列是不是 他的一階的話是這個地獄警官艾瑪 然後這邊進化之後的話是這個 欸一開始介紹是 為了要找可以打入地獄的人 而假扮這個警官到來的這個 炎魔女王 被詢問時若是說謊就會被燒燒滅 然後有時候讓敵人攻擊力下降 並能抵消波動全方位攻擊 這個蠻酷的 而且我還蠻喜歡他的這個 進茶霜的 所以他所有的角色屬性 然後波動可以面子 然後犯人攻擊 然後全方位攻擊 都會攻擊力下降 這些全部都會 然後進化成二階的話 就變成這個地獄君朝艾瑪喔 為找尋審判二人而混入軍人中的這個 炎魔女王喔 然後將戰場上的這個犯罪者 全部送入地獄 有時讓敵人攻擊力下降 然後並能體消這個波動全方位攻擊 好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三階進化了喔 然後進化就變成這個按摩總掌 艾瑪第三進化後體力上升 然後會更容易降低敵人攻擊力 然後還能將敵人動作停止和傳送無效化 他還可以傳送無效化 來直接進化就要起來 我們這個艾瑪 我蠻喜歡他第一階段 就擦著那個警察服喔 看一下 喔唷 這真的很帥耶 他旁邊還有那個耶 擦那個就是 有那個就是比較亮晶的感覺 而且他身上戴這種佛珠 炎王的這個帽子喔 酷炫哥好不好 來看一下 這邊是這個按摩總掌艾瑪 在重大時刻換上特別服裝 進行審判的這個炎魔女王 他的按摩還是炎魔啊 拿出幹勁全力以赴 通通給我小清點啦 有時候讓攻擊 敵人攻擊力下降 並能抵消波動 然後全方位攻擊 然後這邊動作停止無效 傳送無效 STOP 然後範圍攻擊 然後全方位攻擊 這隻的話還算蠻不錯 重點是他可以讓所有這個角色 這個攻擊力下降喔 好 那我們就先來 怕幾雷來打一下這個喵皮塔黑 讓他秀一波 然後順便拿點支援喔 好這邊我們應該是可以隨便 就靠他 靠他秀一波了 那這角色感覺就是全屬性都可以打 不過他的缺點還是有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攻擊距離有點太靠近了 我覺得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他的話 也是可以來進化一下 忘記他是什麼時候可以三階進化 如果你知道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喔 那他這邊需要的錢包是4350 然後主要來說他還可以抵消波動 然後這個 牛蛙蛙蛙 牛蛙蛙很厲害 來 走起 唉唷 衝很快 然後他是這樣燒這個火焰的啦 他這個火焰變更酷了 他原本是藍火跟紅火 然後我原本就覺得他的這個藍火跟紅火很好看 但是他這一次這一波的這個燒火啊 感覺更地獄火的感覺耶 有那種地獄燒火的那種感覺 好 就繼續看一下喔 然後這邊放大一點點看一下他的殷汁 4357也還算是 還算是可以接受啦 只是就不知道他的抗打擊能力有沒有就是很高或幹嘛 因為他如果很容易被黑色敵人一直KB的話 那就比較尷尬了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 那種燒的死耶 不愧是我們這個地獄研磨 我們這個鼻涕蟲 攻擊力下降了 他是連燒的耶 然後他這個衣裝都還蠻不錯的 故意就是踏這個腳腳腳啊 這個角度不好所以看不到他穿什麼 但是這個姿勢也是頂撩人啦 我覺得大家如果喜歡這種就是 這種類型的妹子的話應該是可以來弄一下 不過他基本上要取得他好像也蠻難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是 破壞者系列 就跟貓飯全盤盤他們那個系列是差不多難抽的 所以就只能看一下那個白金券啊 能不能拚到或幹嘛之類的 可以耶 那這次的話大家很常用他嗎 你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的這個3階感覺好像是真的還蠻坦的 雖然我們打這個模式是比較偏向於那個 簡單簡單系列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蠻舒服的有沒有 因為他還會讓他攻擊下降 但是他攻擊下降好像這個 持續時間沒很久喔 一點點時間而已 但是感覺都燒得掉喔 可以喔 3樓OK沒問題 然後他如果能夠這樣一直燒 燒到第10層的話 那應該就有他的這個 異襲之地啦 而且他好像也不是專門打這個 黑色敵人的就是了 好第4樓走起 哈哈哈 就靠我們這個 軍炒場愛馬一直瘋狂往前燒耶 因為他這個燒的這個火焰是確實是蠻好看的 因為他全方位攻擊啊真的很爽 不過這種全方位攻擊的話就是少一個就是比較好的一個東西就是他那個進化的他如果能夠進化的話應該更舒服 OK燒掉 三下而且他這個連續燒了 所以你撞過來 如果一直弄的話 就等有點像是那個裂撲的感覺 就是你過來撞到就還是會算就是那個GG或幹嘛的 就是瘋狂撞看到 又再燒一次 然後燒到就會攻擊下降喔 但是有機率啊不是百分之百 但看起來現在看起來很像百分之百 但是他的那個重點是他的那個攻擊下降 然後持續時間沒有很長啊就一下下而已 這如果要很長的話可能要加一下那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加一下我們那邊的這個 連組之類的 好幫他加快速度囉 讓我們這個草長直接飛奔 而且他移動速度真的超快 但就很怕就是他遇到那種就是比較高攻的角色 然後抽很快然後直接就是瘋狂去領死 也是有可能 好那就是很快就會直接跟這個世界說 拜拜自己炎王送自己 炎王送自己 好那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打到這邊的這個敵人來說的話 好像都還沒有就是那種就是直接把他就是 一刀斃命或幹嘛好像都還可以扛得住 而且他是任何組件的角色都可以攻擊一下降的 所以加個盾牌幫他的話應該是蠻可以的 反正就是一直瘋狂幫大家下降攻擊 看他這星星 星星感覺應該也是非常小可 但是他一直火烤的話感覺是ok 而且你看我們剛剛前面都一直沒加強包 但是現在加了強包之後 他就是燒爛之後的話 然後強包這邊繼續努力往前補 好像就可以了 只是因為這個關卡的話 還是算是比較簡單那種關卡啦喔 是這個黑暗襲擊的這個關卡 所以不知道就是 真正打一些比較難的關卡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要找那個 巨大生物幫好辦法長長 最後一關來試試看 感覺會比較能夠測出來喔 我就是一定要打那種就是 比較難的 就今天反而幫他找了一個好像對他來說比較 比較沒什麼就是挑戰性的關卡 這個黑色讓他直接燒一波就沒了 還是其實我們的炎王就是這麼強 也是有可能啦好不好 炎王艾瑪 能夠攻擊下降就真的不錯 只是他這個攻擊下降真的太快就消失了 喔 壽司犬圈 來啦 但我在想說如果他這個攻擊下降沒有太快消失的話 那搞不好就是這個艾瑪太強 就搞不好官方會這樣想 完了 這個壽司犬圈發威了完了 死定了 喔唷 攻擊下降了 很難耶 我的天 他這攻擊下降不是百分之百 他是 有機率性的 喔 這個壽司犬圈 直接GG 我覺得多加幾個這個盾牌確實還是能夠幫一點點 然後整場的話基本上可以讓我們這個 超陣的這個 炎王辣妹 我跟你講 如果 如果他們要抓你 如果他要抓你們你們會給他抓嗎 會會會 要要要 我願意跟他走啦好不好 那你們願不願意 可以分享一下 喔 來了這個是 大隻貴賓 這個應該就有看頭了喔 這個 這隻如果能夠守得住的話呢 那應該就還蠻不錯的 來 各位 我們來見證一下這個破壞者的系列 能不能就是打出一片天 燒一下 喔 有 燒掉了 然後看一下這個 哇 可是他一直在被踢耶 完蛋了 哇 他一直被緩速 不是他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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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關 這關偏尷尬了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但我們好像可以讓他攻擊力下降了喔 你這邊完全沒辦法 他這邊卡死了啦白癡喔 一直擊退一直擊退 但是就是這隻的這個缺點啦 因為這隻說真的他真的是太太靠近了 所以像這個 帶這個什麼 太陽眼鏡的這個貴賓全部要直接把我們給弄爛 那也是 那也是沒辦法 預料之內啦好不好 預料之內 我確實是好可惜耶 原本想說 喔 終於可以看一下就是那個啊 欸 如果遇到一些強敵究竟有沒有辦法hold 我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好不好 好 來了 軍曹 好 但其他部分我覺得都打的還蠻不錯的 至少這個坦克出出來之後啊 這些都會攻擊力下降 至少他攻擊力下降在他打我們這段期間啊 我們是不會被他們是最完美的攻擊打到的 所以這個 巢掌的話就可以就是在 活了比較久 那咪咪咪咪 有沒有看到 瘋狂把這個幻影拳擊手 送到後面去來攻擊力下降 哇 但是一直揍一直揍 感覺我們好像也是會被揍死的感覺 意外好像也還蠻坦的 是因為有加到那個攻擊力減少 有喔 很爛很爛 很爛 完了 我這邊都太靠近了 我的天 也不是他他他他好多次啊 KB都沒死 他終於死了 好吧 那這個大家可以給一下他的這個評價 好 好那我們今天進化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巢掌艾瑪拉 他終於是可以三階進化 我也是最近才發現 那他究竟是什麼時候可以進化的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你們覺得他 好不好用啊 或是他們其實 他可能要搭哪一些角色 你們覺得會就是能夠打出 更多他的這個 他有什麼英姿嗎 你們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該如何去搭配這樣子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們請教大家 拜拜囉